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谢谢 我是蔡若珍 今天很开心 有我为大家在做一个产品的介绍 但是我们还 产品开始介绍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宣导 就是因为我们爱多美在台湾 是受着台湾食品法规的一个规范 所以当我们很兴奋地去 分享产品的时候 可能就要请大家保守一点点 我们在分享的言辞不要太夸张 以免触犯了台湾的法规 这个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也是为了保护爱多美这么棒的一个事业 在台湾能够永续地经营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么忙碌的社会 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了很多的小讯息 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 而魔鬼藏在细节里 这样的小讯息一般会在哪里出现呢 我们的头发 我们的指甲 还有我们的皮肤 甚至我们的身体的体力好跟不好 所以 这样的影响会从哪里来的呢 可能是我们的压力 还有我们的作息不正常 再来我们缺乏足够的运动 还有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当中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包括食安 包括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 有毒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把它归类 我把它归类在大概有外在的环境 跟日常生活的用品的使用 再来就是营养素的选择 补充 再来就是 我们人体的一个肠胃道的一个把关 世界卫生组织有今有证实了 就是摄取足够的益生菌 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 其实人体的老化 也是从肠胃道开始 所以 包括 摄取足够的好菌够了以后 它对我们的情绪 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它里面会释放一些血清素 它会释放一些多巴胺 它对我们人体 对着压力来年龄的时候 它会有很好的一个抗压性 同时在 怀孕的妇女 或者预备怀孕的妇女 在 齐前准备一些摄取益生菌的时候 当 baby 从产道出生出来了之后 baby 身上就有从母体自然 继承了这个DNA这个抗体 所以它对于在外在的时候 它对外在的时候 在外面的环境的时候 它就有足够的抵抗力 那 如果是 剖腹出来的 baby 怎么办 其实三个月以上 三个月以上 它其实就可以 开始使用这个益生菌 再来做补充 所以它对于外面的 像现在 很多的肠病毒 流感 小孩子它有很好的抵抗力 那有的人就说 我肠胃道很好 我也不会从来都不便秘 排便很顺畅 我不需要补充益生菌 但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经过调查 就是如果有口臭了 一年感冒大概四次以上 或者是说 皮肤容易过敏的 嘴角容易有口角炎的 在这个部分 甚至慢性疾病 都跟我们的肠胃道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适量的 摄取足够的益生菌 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市面上 既然身体有益生菌 是这么重要 市面上零零种种 我要怎么选择呢 有的是形状 是定状 颗粒 胶囊 粉状 有的是单一菌种 有的是 有的是单一菌种 有的是多样菌种 好 没关系 但是我们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有的 我们就以 我们的益生菌 如果是以定状来讲 定状它一定是需要 一个模具 然后需要有高温压制 然后你想想看 我们是活菌 那经过高温压制 它怕高温 那这我们吃下去的 这个益生菌 到底有效的是有多少 对我们人体的帮助 有多少呢 埃多美 它是从10样 变成12样的时候 你看看 这样子的菌种多 一定好吗 使外面的不一定 如果单单只是为了 要把价钱卖得很高 然后就很多的菌种 统统放在一起 不是我们人体 所必须需要的时候 它反而是一种浪费以外 还是我们的负担 而埃多美呢 我们的12种菌种 它完全是我们人体 常会到所必须要的 它可以完全被吸收 同时其实 你看看 一瓶养乐多 单一菌种 一瓶10块钱 可是我们的益生菌呢 一条才30亿的活菌 才14块半 那12种菌种 要混在一起来做 其实真的不容易 除非这样的技术 是很难的 唯有靠着我们的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以及我们的科马公司 严谨的研发 跟严谨的制造 这样的团队 结合起来的 这么棒的产品 才可以给我们提供 一个很好的一个把关 那现在您看 肠病毒71型 是现在最流行的 我记得是 台大儿童医院的 小儿部的医生 黄主任 他就说 我们现在流行的 肠病毒71型 五岁以下的孩童 他是没有抵抗力的 那怎么办 所以在座的父母亲 不用担心 我们平常给他 摄取足够的益生菌 对他就有 很好的一个保护 家里也有很多长辈 因为我们知道 年纪大了嘛 那吸收能力慢 代谢的又快 所以人体的老化 是从肠道开始的话 就要更让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长辈 摄取足够的 这个益生菌 来做最好的一个补充 好 那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 看看 我们人体因为 现在 食安 然后 日常生活有很多的 这个有毒物质 我们讲它是环保好了 环保 但是 环保里面掺杂了很多的 合理的 这个石化的啦 或者有害物质 那再加上我们现在人 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 只要一生病了 你的营养素 一缺乏的时候 你生病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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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常常给你们 最主要的是什么东西 谁可以告诉我 医生最常给我们吃什么 哦 那知道那个抗生素 是什么制作的吗 它是化学 化学呢 它没有生命耶 所以没有生命的话 对我们来讲 属性冷热的话 它是属于冷的还是热的 冷的还是热的 谢谢你们的回应 它是属于生冷的 这生冷的没有生命的话 我们长期 我们倚靠着这样的部分 来做一个补充 然后感冒 赶快 因为要上班啦 要读书啦 我没有时间请假 只好靠着打针 吃药 赶快把病治好 可是我们长时间 累积这样下去 我们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了 它已经不平衡了 那可是爱多美呢 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营养素 它是透过 我们中药材的药材的一个诉求 产品诉求 然后用生物科技萃取的方式 来提供一个 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摄取不到的一个营养素 它是属于一个温热属性 那既然是中药材嘛 那我就说 有人说 我自己去中药店啊 我去配一铁五十块啊 四物啊 我自己回家煮一酒就可以了吗 对 你可以一包回来四碗水煮成一碗水 黑黑的一碗 那吃下去 这里面我们要看看 它到底有没有重金属农药的残留 它又没有经过高科技的一个萃取 它到底有没有办法 把很好的营养素给它 让我们人体能够完全吸收呢 好 这里面是一包 我们的蜂蜜 我想请教 一天当中在座的朋友 有谁一天是每一天都会规律的摄取它 一天至少两包 早晚跟一包 预备 一二三哦 然后举手的人 就这包送给你了 一二三 这位穿蓝色的这位男士 他其实是提供我们一个 补充我们一个外来补充不到的一个营养素 是非常棒的 那有人说若震很贵吗 我说我认为不贵 为什么 我的心脏贵不贵啊 我的肝脏贵不贵啊 当然贵啊 如果每天只花一点点的钱 我把我那个喝饮料啊 吃垃圾食物的钱省下来 我就每天花一些钱在蜂蜜饮 在补充一个营养素来讲 它可以让我的身体延缓老化 然后呢又让我身体不容易发炎 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 你们说好不好 对 总强过我生病了 看病吃药还要花钱受罪吧 对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在这生活当中 是很需要的 那使用的对象哪些适合呢 其实像我们如果用脑过多 体力消耗过多的人 都非常适合 比如说家庭主妇啦 辛苦劳累 嗯 长途开车的司机 还有上班族对着电脑拼命做 还有同学学生们他们要考试熬夜 这个都需要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 家里的长辈阿公阿嬷一定要 因为年纪大了嘛 我们慢慢体力其实是真的 生理现象 你是必须营养素流失的快 补充的就更要更够了 那其他哪些人不太适合 我会建议怀孕的父女啦 或者是不胃母乳的妈妈 还有好朋友来 好还有朋友好朋友来的时候呢 那个量多的那时候就注意 好还要摄取 另外六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摄取 那其他如果要搭配比较一些特殊的要求的作用的时候 我建议我们还是要向专业的医生 来提出咨询是最好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从开始起床好了 那请问大家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不是刷牙 也不是喝水 应该要先做的一件事是 漱口 为什么 因为我们睡眠当中 你已经嘴巴都紧闭的 其实口腔里面会有一些 微酸的一些细菌出来的 所以起床的时候 如果先喝一杯水 那就把坏菌和细菌都吞进去 所以起床我建议就是先用清水漱口 然后把它涂掉以后 喝温水再刷牙 我们就开始进入一天的生活当中开始了 好刷牙 我们现在其实口腔里面的部分 其实问题很严重 那口腔可以形成的不光是蛀牙的问题 像牙周病 牙周病的部分 它还会引起心血管疾病 还会引起心血管疾病 所以我们对于口腔的卫生 真的不能不重视 牙周病是我们口腔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伤害 它不光是 因为它是因为口腔里面的牙结石太多 细菌累积在牙齿当中 结果最后跑到心 经过心血管 诱发了心血管疾病的产生 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大哥住台北 有一段时间 前几年我就说 我还不好意思 因为突然怎么讲起话来 有点味道 口臭 然后 但是又不好意思讲 只要有一段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又再见面的时候 他说 你知道吗 我前一段时间心脏不舒服 我去看医生了 结果医生跟我说 是因为我的牙周病引起的 所以如果我说我们平常在刷牙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流血 或者是你发觉我的牙齿 牙缝开始变大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警讯 所以请大家就要赶快去做检查 除了检查洗牙以外 我们平常最好的一个把关就是什么 就是找的一个好的牙刷 找到一个好的牙膏 爱多美的功能性牙刷呢 它的刷毛柔软 不伤害法郎子以外 它的刷毛 纤细 0.03厘米 可以很轻松的 把我们口腔里面的残渣 肉血 擦得很干净 我一个教会的姐妹 她就说若真姐我跟你讲 我带矫正器嘛 那我以前 刷牙的时候 最困扰的时候 就是那个都菜渣呀 都会卡在我的那个矫正器当中 结果我换了爱多美的 我们的牙刷之后 它在这儿呢 好 它换了牙刷之后 它说用了这个功能性牙刷之后 哇 它那种 卡在凤的啊 卡在那个矫正器上面的这根肉屑啊什么的 都已经变成了都没有这种困扰了 我想请教还有一个部分谁可以帮我解答 就是我们刷毛的尾端是什么形状 因为我们在按摩牙龄以后呢 你会发现你的牙龄哦 你仔细看 连牙龄粉粉嫩嫩 连嘴唇都粉粉嫩嫩 因为牙龄健康 你的牙齿就能够坚固 好 既然有了好的牙刷 我们就要用牙膏了 请问大家早上 刷牙有没有用牙膏 因为你光用水跟那个 你没有办法把口腔的细菌给它清干净 而我们的爱多美的封胶牙膏 嗯 我们看看 好 我今天很喜欢送礼物 所以大家预备一下 好来 这个呢 水解封胶牙膏 是全世界第一支的水解封胶牙膏 那一般的外面的封胶牙膏 基本上都是什么萃取的 好 酒精萃取的它容易挥发 然后它的味道又辛辛辣辣的不舒服 而爱多美呢 我们是水解专利全世界唯一的 不光是把它拿来刷牙 家里有没有阿公阿嬷是带假牙的 好 可以拿来干嘛 晚上是不是假牙要不要摘下来 可以把它用水溶解一下 假牙去泡做清洁 我自己呢 很喜欢随身携带这个小牙膏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去外面吃饭嘛 吃了洋葱 吃了大蒜 怎么办 我就拿出来 吃饱饭了 我就拿出来 然后就 给人家 给朋友 一人一截 一截一截的 就放在口腔里面 就用舌头去做刷牙的动作 因为有唾液嘛 或者是在喝一点水 然后就开始 咕嚕咕嚕咕嚕 然后吐掉 哇 你会发现 你整个口气的清香干净 包括那个绿茶的味道都在里面 那我们下午去见朋友啦 拜访会员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很尴尬了 OK 好 刷牙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进入洗脸了 早上要不要洗脸 有谁不洗脸的 不敢讲 其实是真要洗脸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一个晚上 有人说啦 哎哟 我那么贵的保养品 我那么好的保养品 我擦上去 我早上洗床洗掉 多可惜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睡了一个晚上 营养品吸收了 皮肤会有很自然的 那个油脂分泌 再来呢 我们在躺在床上 有时候不小心流个口水了 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头发有点油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枕头 棉被上面会有一些沉满 还有一些灰尘 所以早上起来 是一定要洗脸的 那我们的清洁护肤事件组 好 我们开始 第一个呢 是这个 可能这个不送 好 我会收小的 这个不能送 OK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的深层卸妆 皮肤好 其实因为油不容于水 如果我单单只靠我的 靠我的清水啦 或一般的洗面乳 好 没有办法把皮肤的 那个深层的污垢 油垢把它洗清楚 所以一定要 但是 洗脸之前 我们应该要先做什么事 好 我这样讲 我们开始做清洁之前 应该要先做什么事 洗手 有人 不错 等一下你自己来找我 我送我自己的 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对 要先洗手 这是一个很棒的观念 然后洗手干净以后 我们再把 卸妆乳 然后适量的 涂在脸上 从乳白色 变成透明妆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用纸巾轻轻的擦拭 擦拭掉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卸妆乳里面有很深层的保湿 所以我可以用第二次来做什么 做按摩 做保养 做保湿的动作 做按摩 然后卸妆完了以后 我就开始用我们的泡沫洗面乳 好 泡沫洗面乳 泡沫洗面乳 顾名思义嘛 就是泡沫嘛 有没有人洗到脸干干的 有没有人用这个洗脸 会洗到脸干干的 我觉得你们真的好棒 用产品用的真的是淋漓尽致 它因为里面有氨基酸 是保湿因子 但是呢 如果不把泡沫 做完整的释放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把脸洗得干干净净 而且会洗得 所以我提供一个温馨小道具 像我就洗干净 我就会这样 一点洗面乳 然后就搓搓搓搓搓 搓揉出一些绵密的 细致的泡沫了以后呢 我就用 用泡沫洗脸 注意哦 是用泡沫洗脸 不是用手洗脸哦 因为用手洗脸 你会迁移纹路 然后用泡沫洗脸 洗完了干净 洗掉了以后 我们用水清泼 不要 把它拉下来 整个肌肤的纹理都被破坏掉 会有皱纹 然后产生了 你不要找我 OK 然后我很喜欢做第二次的动作 就是洗脸干净 我用毛巾压干了以后 我会再搓揉第二次 第二次的部分呢 我就会把它做什么 敷脸 很奇妙 我也帮我一个伙伴做过 我问他说 你这样敷脸什么感觉 我不会讲 就好舒服哦 然后敷出来 用泡沫敷脸完了以后 那个脸细细 红红嫩嫩的 哇很棒 洗脸干净了以后 我们就进到去角质 去角质凝胶 其实不管是在脸部哦 我们的手 我们的脚 我们的身体 其实都可以这样子做 一个礼拜大概 可以做两次 那因为我们是水解的 所以只能在干燥的空间使用 干燥空间使用的时候呢 涂抹均匀在脸上 停留三到五分钟 当你摸摸它 从黏黏的变成水水的时候 就可以做轻柔 轻柔掉之后就做冲洗 如果我们是属于敏感性肌肤的话 就不要搓它 你让它停留在脸上 一样一个礼拜来两次 然后之后再把它冲洗掉 好 去角质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敷面膜 我们的面膜叫什么 哦 玻璃式面膜 好的 它是软玉粉 跟紫色因粉制成的 所以我们一般有的人 如果用这样的面膜来讲 外面的牌子它可能 敷到一段时间 整个脸如果不赶快把它拿掉 或洗掉的时候 整个脸就开始裂掉 你知道吗 均裂 可是爱多美这个是软玉粉 所以它在脸上 我们一般来讲是 面膜停留的时间大概多久 二十三十 有人讲三十吗 可是爱多美的面膜 我自己敷了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都有 但是之前请一定要把所有的脸部的保养品要做充足 你有足够的营养跟保湿 你才能够用这样的做法 不然呢 你只要脏玉它干了以后把它撕下来 但是记得千万不要用水洗 你用水洗的时候就是整团的蜜蜜膏在脸上灾难 洗脸完 其实我们的保养 就是守重于在清洁跟保湿 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保湿 身体的保养 脸部的保湿部分 三月份公司对台湾的会员特别的好 你知道心意丧失了什么产品呢 看看你们的袋子里面今天有什么 里面有什么小礼物 那是面膜 那也是保湿 可是我们来看 保湿凝胶 保湿三建筑这里面 化妆水的部分主要是以白花树液 还有竹子液做成的 它有高保湿性的一个效果 里面呢如果说我们平常有面膜的人 你就是可以用化妆棉做擦拭 然后再做或者擦拭完了以后 再用化妆水再用化妆棉这样做清敷 清敷完了之后就可以 那我们的保湿凝胶 还有保湿精华液跟保湿凝胶里面 含有积血草的成分 如果我们脸上因为面膜 还有一些过敏的部分 形成一些小伤口 它有镇静皮肤的作用 可以安抚这些伤口 伤口的愈合 然后不容易发烟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 任何的保养品 其实着重真的在保湿 不然就很像 我们看一块土地都干裂了 因为太久没下雨了 然后突然来了一场大雷雨 啪啪啪啪啪 然后你就看那个土地 它一直在吸水分 等到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呢 哇 那个地上又开始变成均裂 为什么 因为保水是从最下面 最里面开始保水 所以我们在做保养的时候 化妆水的补充 请不要一次倒 你可以分次 一二三 然后服了吸收 一二三 做多次的使用 这样子对于年轻的肌肤 是非常棒 如果对于像我们这样 熟灵肌肤的话 我就建议要搭配 我们六件组的眼霜 乳液 营养霜 做最好的一个完整的搭配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好 在这里好像 好 舒缓三建筑 舒缓三建筑 那是我的最爱 我真的我的最爱 我好喜欢它那个 柑橘精华油的 那个天然的香味 然后如果说 我们皮肤再擦一些保养品 你发觉它有点 红红刺刺痒痒的时候 基本上的原因还是在哪里 在哪里 在缺水 就是水分不够 那舒缓三建筑 它是我们居家护理的 一个最好的产品 现在外面的医美诊所 很多已经开始在使用 我们的舒缓三建筑 那我自己又很喜欢 搭配控油调理的三建筑 尤其是 我看看 调理精华油 好 调理精华油 在这里 你们有看到 那那个 它是高浓缩的 它是高浓缩 然后这种修护草本 它是修护性的草本 所萃取出来的 所以非常棒 我自己很喜欢的是 因为我有一点点过敏心鼻炎 所以我在做擦拭完了以后呢 我也很喜欢的怎么样 你知道那个精油的味道 就是经过我的鼻腔 然后到我的头腔这个地方 我的整个鼻子通了 我的眼睛也亮了 我的皮肤也透亮 这是非常棒的 那如果说有一些新朋友 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的会员可以 送一张单 这个DM给他 因为这里面使用的方法 还有成分都注明得非常清楚 还有怎么样的一个保存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在送上这一张 这个DM的时候 我觉得他心里会非常感动 真的是贴心的一个小礼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OK 好 我们这明星商品 创始的商品就是保湿六建筑 保湿六建筑的使用就是水液乳霜 化妆水 精华液 好 精华液如果是熟灵肌肤有斑的 可以先用精华液 如果是年轻肌肤 就直接用盐霜开始 盐霜里面还有丰富的腺干的成分 它可以全联使用 请问我们的皱纹 除了眼睛周围以外还有哪里 这里抬头纹还有 董姐说脖子 最棒了 还有那些辛苦妈妈生了 baby 留下来的这个美丽的记号 认诚文 还有我们女性有时候 像我以前也会 这里哪里 橘皮 腿部的部分 所以都可以全部用 不要测 而且用的那么便宜 你看团购一瓶才五百块 真的是太便宜又好用了 好 接下来乳液 白天的时候请务必一定要上乳液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在外面的环境空间 有紫外线有冷气房 这里面它会把我们皮肤的水分会抽取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外出的这个保养上面 最后一瓶最后一道手续加上乳液的话 因为里面有 我们有多重液晶胶囊的部分 到了肝 皮肤觉得自己觉得 开始要快没水的时候 它会怎样 它会就这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然后那个水分就 啪啪啪啪啪啪就釋放出来了 所以呢 只要我们保养 水分做得够 加上乳液的话 你在外面 你的妆是不会脱落 我一天都不会脱落的了 OK 好 那晚上的时候该怎么办 晚上一定要擦营养霜 因为它是我们皮肤的营养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支撑的来源 它可以让我们皮肤保持年轻 有弹性不松垮 所以 但是 有的人说 哇 若珍 你这样零零种种那么多 我早上要上班 我来不及了啦 我要带孩子 怎么办 没关系 就把它全部混在一起 把它混在一起 直接擦了上班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 晚上 请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 好好的完整的保养 那个像在做什么 像在 在顶级沙龙里面 做一个顶级的皮肤保养 SPA这样子 好 那我们保养完了 出去外面就要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保护嘛 所以我们的BB霜呢 我们的BB霜 它是能够 抗辐射抗止外线的 所以非常的重要 那最好的一个保护 男女都可以用 因为它只有一个颜色 它会随着我们皮肤的温度 而呈现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颜色 如果有的人 像我喜欢再搭配 我们的防晒系列的白皙 那个部分 因为它有珍珠光 所以它会让我的脸部 远远人家看起来就好像打slide 有光 非常的舒服 而且给人家一个好脸色 非常好 好 那我们脸部 度完了以后 就开始身体 身体的部分呢 我们的沐浴乳 我们先讲爱丹好了 我觉得生态环境的 干净与否 非常重要 它是我们私密出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保护品 我来分享我一个会员 她也在现场 她的一个朋友跟她说 她要买一瓶 过年前她要买一瓶爱丹 过年后呢 一段时间 那个太太呢 又来跟她说 我还要再两瓶 她说 为什么呢 她说你知道吗 我的婆婆中风 我要照顾她 真的生活起居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以前她的一个 私密处的部分 真的很难保养 因为她不会自理 没想到 我用了你推荐给我的爱丹之后 哇 你知道吗 我现在好轻松哦 你知道她的 我根本不用花很多的时间 力气在帮她清理这个 所以有时候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如果能够 用在人家那种需要上 我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回馈 跟很大的感动的 洗澡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是天然草本 然后又有精油 天然草本又有精油 其中里面有一个 含棒的一个成分是红参 红参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 有肌肤 有健康 有营养 维持很好的一个质感 再来 因为我刚刚有讲嘛 我们身体也可以去饺子啊 所以你去完饺子 洗完澡之后 我们可以再擦什么 擦上一些化妆水啦 或者是 然后再擦上我们的身体乳液 擦上我们的身体乳液 你就觉得你的皮肤非常滑顺 尤其是 那个我们的身体乳 身体乳真的是 那个天然干 那个柑橘的味道 非常好吸收 不会在我们身上造成 粘粘粘粘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 33奈米的技术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保养品 很容易在身体里面去 去完整的吸收 洗完澡之后 我们要有一些 就要洗头发嘛 其实 我会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爱多美的 润发精 洗完头发 很多人不喜欢用润发精 润饰精 为什么 因为里面含有细菱 细菱呢 一般的这些就是有毒嘛 但是各位知道吗 我们的爱多美的润饰精 它是特殊系 水溶性的系 水溶性的系 已经证实了 它是没有毒性的 没有任何毒性 而且它可以冲洗的干干净净 只要我们冲洗的干净 它就不会在我们头上 沉流着 会有一些负担 当我们洗完头发 我们的毛铃是打开的 打开之后呢 如果我们没有用润饰精 大概你就会觉得 头发痒痒 毛毛燥燥 还会有静电 可是用了润饰精之后呢 它可以 润饰精的成分 细的部分 可以把毛铃填满 所以我们的头发 就会很柔顺 很亮丽 其实我们来讲 我们人除了这张脸以外 还有很多张脸 包括我们的手 我们的脚 我们的头发 如果我们的外在 只是这样子的话 可是你能够整体的 给人家感觉 我相信人家远远看到 你就觉得非常棒 洗完头发以后 我最喜欢用养发液 而且因为我们养发液里面 有含有丰富的 这个不好脑的一个成分 所以当我们洗完头发 吹了半干 然后喷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好像在做头皮SPA 酥酥爽爽的 你可以把一点的疲劳都消除掉 好 身体清洁干净就要洗衣服了 那你知道我们的环保 我们不是环保 是无毒 我们的清洁用品呢 包括洗衣精 洗碗精 洗衣粉 都是 还有揉衣精 都是这种天然制成 我特别要跟大家再来分享的是 好 揉衣精 揉衣精的部分 因为我以前在HOLA待过 请聚部服务过一段时间 受到的专业教育呢 就是不可以用揉衣精 来洗请聚或洗衣服 为什么 因为它是化学 它会伤害布料 会让它脆化 容易 就是衣服的寿命啊 会变得很短 可是呢 当我看到了我们的 我们的揉衣精的时候 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纯粹就是天然草本 而且因为衣服要起泡嘛 它必须要有界面 界面 而我们的是什么 是椰子油萃取的界面或心剂 所以请大家务必想可以使用 然后洗完以后 你的衣服 你的情趣 是那种清清香香 酥酥爽爽的 最后 我们看到我们的影 我们的生活当中 要有一个很大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活下去 可是呢 现在的食安问题 蔬菜的农药啊什么的 我们没办法避免 唯有我们可以 倚靠着我们的 我们的碗盘蔬果清洁剂 碗盘蔬果清洁剂 它可以把这个农药 把它去吸取出来 把它分离出来 然后你知道吗 其实盘子上面 它是有冻 有冻冻的哦 如果我们用了一般的这个化学的洗洁精的时候 洗碗精 其实它会残留 没办法冲干净的 当你煮完了美食以后 啪 放在碗盘子上面 你知道吗 热会再把毒性释放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一个天然无毒的产品 为我们的肠胃道 为我们家里的日常这个清洁用品来把关 好 最后 我们有很快的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 各位 在你们的包包里面还有什么小礼物 咖啡 好 还有呢 面膜 还有呢 嘿 好 我又不能说你说对 不能讲代餐 不能讲减重餐 不能讲减肥餐 要他要讲什么 对 太棒了 要讲营养均衡侵食餐 里面有多样的古类蔬菜 还有一些分离式的大豆的蛋白 所以他不会把普林跟雌激素存在里面 它可以是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品 好 那我自己晚上有时候像我要准备这样子的这个分享介绍 我会睡不着会很晚睡 那有时候半夜就肚子空空啊怎么办 又不敢吃宵夜 嘿我最喜欢把它泡来吃了 你知道而且我喜欢泡的浓浓的 很像那个米碟那样子 那口感超好的超顺畅 身体又不会有负担啊 然后就可以很放心的睡觉 好 刚刚讲到咖啡 咖啡是从哪里来的 巴西 还有呢 哥伦比亚的哪里 很高还是很矮 啊对很高 然后请问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保存法出来的 一二三 好最后面那一位 在这色的对你 什么保存法 要帮他解答吗 是不是急速冷冻 对好吧 好一人一条 好来 麻烦 好 对 所以它可以维持我们很好的一个天然的香气 在这当中 如果我们喜欢喝拉特的朋友 来 麻烦你们两位 好 如果你们喜欢喝拉特的 你可以把三合一 还有刚刚那一位哦 你们可以把三合一跟黑咖啡搅拌搅拌一起然后自己打个鲜奶泡 你知道那个浓郁香醇的感觉真的是不输给那个外面的新叉客的咖啡了哈 其实享受幸福可以很简单 好享受幸福可以很简单 好我的时间到了 我最后借用大家的三十秒 好我们在公司有个slogan叫做什么 2016年是什么 每个人伙伴家里是怎么样 从早到晚都在爱多美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得到幸福得到健康得到学习得到平安 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所以我要借助大家的双手 好借助大家的双手哦 我们来一天哦 我先讲天天爱多美 从早到晚爱多美 享受幸福爱多美 好不好 好最后然后结束给自己一个掌声 预备开始 天天爱多美 从早到晚爱多美 享受幸福爱多美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在这两天有个美好学习 谢谢